有多少人和雨季君一样 因为奈何猫子要娶我而迷上了史燕灵猫子的虚开唱呢 没想到娱乐圈还有这样一位宝藏男孩 感谢这部剧让我们发现了他 通过这部剧他吸引了很多粉丝名气大增 但是他能够一直哄下去吗 我个人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这个看脸的娱乐圈长相非常的重要 而徐开唱的长相在现在的娱乐圈算是长得比较好看的一种 个人觉得侧面有点像王力宏和霍建华 不知道大家有同感吗 徐开唱不仅仅五官长得好看 而且身材也是特别棒 187cm的身高很是出众 加上芭蕾舞专业出身身形非常的完美 可以说很符合偶像明星的定位了 不过就是您出生的他现在已经29岁了 偶像剧的话也演不了几年了 想要长久发展还是需要转型 虽然说现在娱乐圈看脸 但是演技也是很重要的 有的人长得好看演技再好 也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只有粉丝在那里呐喊 这样的艺人注定也是火不了多久的 所以要长久的火必须要演技 而从徐开唱前期的作品来看 演技还算是不错 在90后演员中可以算得上中上水平 希望他走红之后不要飘飘然 只管炒作不用心专演演技 不然也注定是昙花一现 徐开唱是明道旗下的蚁人 出道七年 接了十部电视剧一部电影 其中电视剧很多都是可串 真正主角也没有几部 资源算是很差了 但是他运气挺好的 出演的几部网剧都受到了很好的评价 如果能够演上新剧或者更多的流量剧的话 相信以他的长相和演技 肯定能够被更多的人记住和喜欢 除此之外 他还参加了几档综艺节目 虽然节目名气不大 但是主要以湖南卫视和浙江卫视 这两个王牌综艺卫视为主 如果以后能够多上这二个卫视节目 也应该能够红得更久 最近徐开成红了各种 关于他的爆料也接踵而来 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一些好的爆料 性格很好 很中二 对演戏很执着 颜值是真的好等等 但是具体怎样还是需要时间的检验的 娱乐圈有很多在走红前 很自立的明星 但是走红之后就放飞自我了 做出一些有损道德的事情 希望徐开成不要这样 能够坚持自己的初心 能够做一个正能量偶像 不炒作 不伪装 做一个真实的正能量偶像 这样的明星才能够走得更长久 综上所述 从目前来看 徐开成四身的条件 是很支持他能够一直走红下去的 但是到底能不能够持续走红 还是要看他今后能不能够拥有好的资源 当然一个演员要持续走红 最终还是需要拿作品说话 靠一部作品走红的明星 很多但是很多也都是昙花一现 希望在这部剧之后 他能够趁热打铁 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让观众能够长久的记住他 能够在娱乐圈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